创始人要是公司的首席激励官 或者我们叫创始人应该是公司的首席鸡血官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 是因为整个的人才市场 其实它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我们从以前的复杂市场 进入到现在的非常复杂市场 也就是在专家的这个口中 叫我们进入了乌卡时代 乌卡时代它是四个不一样的英文单词的缩写 那如何面对现在乌卡时代 所带来的这些团队管理的这些挑战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重大的课题 再一个就是我相信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 你身边的人越来越年轻 对吧 像我们公司基本上已经有98年的实习生 甚至可能99年的都已经到职场上来实习了 对吧 我今天刚看到一个00年的这个报告 分析报告等等 那么我们如何去看待职场主力人群 从60后70后80后转变为90后 甚至未来的00后 包括说我们如何去激发员工的自主性 因为乌卡时代 因为职场主力的变化 对我们管理的冲击等等 这个我相信对于很多创始人来讲 是比找到人更难的一点 在这里面呢 大家可以看到 杰克维尔奇曾经说过 如果一个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 比内部的变化还要快 那么这个组织的死期也就不远了 这是代表了什么 也就是一个组织 它的韧性 它的敏捷度 它的自造学能力 它的变化 它的这种抗干扰 或者抗变化的这种能力 甚至我们叫它的反脆弱能力 也就在不确定性当中 受益的这种能力 到底有多强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对于创始人 以及对于很多企业的高管 对于带团队的这些人来讲 大家所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个里面呢 提到了刚才我们说的乌卡 它是易变性 不确定性 复杂性 模糊性的几个词 职场主力人群的变化 它其实代表着 我们的需求的变化 看过马斯洛这个 需求理论的人 其实大家都知道 我们马斯洛一共有 五个层次的这个需求理论 生理需求 安全需求 社交需求和尊重需求 包括最上面的 自我实现需求 这几个需求层次的变化 对应的激励动机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说 四代人 60 70 80 90 在职场当中 他的所对应的这个 工作动机 到底是什么样子 说60后 他其实是为了责任而工作 大家想一想 你身边的这些老板也好 然后包括一些 这个职场的前辈 是不是这个样子 70后其实我们说 为了价值 这是为什么大家看到 像职场当中的4050现象 对吧 尤其是很多外企的这些高管 纷纷的这个创业 或者下海到这个民营企业来 然后或者说 找寻自己职场当中的 这个我们讲 打引号的第二春 对吧 在这个环境的过程当中 都是70后的变化 为什么 因为孩子大了 然后他们这个房贷的压力 已经减轻了 可能能够开始 想自己的一些问题了 这个时候 我们说70后 是为了价值来工作了 80后呢 是我们说最苦逼的一代了 对吧 因为上有老 下有小 中间还有个房子 我们说 他确实是在为了房子工作 因为经济的压力 使得他不得不面临 很多的妥协 任性是需要资本的嘛 那么90后我们说 到底为了什么工作 有的人觉得说 90后很自我呀 然后90后 可能也不知道 为了什么工作 但有一点 大家可能都是 能够认同的 就是90后 他不为了钱工作 那在这块呢 我们先留个悬念啊 就是90后 到底为了什么而工作 我们先来看看 说90后这代人 他的特点是什么 第一 他大多数来自421家庭 什么叫421家庭呢 四个老人 然后这个双职工的父母 加他 对吧 那么独生子女 甚至现在独二代 都已经产生了 什么叫独二代 就是他的父母 就是独生子女 在这种情况下 他是什么 集万千宠爱于一身 父母 房子也有了 什么都有了 可能更多的是 他需要找寻 自己的一些价值 第二个呢 就是90后 其实是成长 在互联网时代 也就是我们说 他们是最传统意义的 千禧一代 跟随互联网 这个大潮长起来的 他们的人生观 价值观 是在互联网时代当中 所构建的 我们的70后 80后 我们是有普世价值观的 对吧 我们从小 老师教我们 这个五讲四美三热爱 对吧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大家是有一个 非常非常普世的认同感的 但是90后 他们是在互联网行业里面 形成了自己的人生观 和价值观 同时 他们大多数 受过高等的教育 大家想一想 你们第一次出国 是在什么时候 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 我们的90后 他们可能还在 这个父母抱着的时候 就已经到了国外 对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 他的视野 格局 人生经历 他的广度会非常非常的宽 在这一点上 他的储备的知识和见识 远远高于6070和80后 同样的 这群人 大家看到有一些 什么样的特点没有 我们说 为什么现在新消费的兴起 对吧 有那么多的网红IP的兴起 这就是因为90后 他的不盲从 他有独立的 自己的思考方式 自己的认知 他们是反权威的 也就是他们不相信 所谓的引号的专家 对吧 那同样的 他们只认为 他们自己认可是对的 他们才认为是对的 所以这些 都是90后的标准符号 那我们再返回去看说 那到底90后是为了什么而工作 我总结就是 90后就是为了自己而工作 这个其实给我们的管理 带来了非常非常大的难点 就在于 那90后它不是一个群体 而是每一个每一个不一样的个体 对于管理90后 或者用好90后 我们应该怎么做 在这里面呢 其实我也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特别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我们当时在帮 优客工厂 也就是在帮庆庆哥 搭他的初创团队的时候 我们可以统计看到 我们前200名员工 降薪过来的有60% 而前200名员工 90后的占比将近50%以上 所以在这个里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90后根本不为钱工作 有大量的海归 以及大量的家境优越的这些 我们打引号的富二代们 他们拿着这个几千块钱的工资 在优客工厂 同样的每一天 这个不说是这个996 997 对吧 但是至少工作到 我觉得凌晨一两点 是很正常的事情 对于我们初创的那会儿 那他们是为了什么 放弃掉大公司的offer 来到这个优客工厂 那就是因为当时庆庆哥 他希望自己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他希望让平行世界的人 能够遇见 描绘了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 一个符合年轻人工作成长 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和一个愿景 那我觉得这些 是给90后带来的 非常非常大的触动 那在这里说 我们要讲说 如何吸引90后和用好90后 第一创始人真的是要做真我 做真实的自己 刚才我们说了 因为90后他不盲从 第二条写了 要成为他们的偶像 他可以为了偶像 抛头颅洒热血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多的粉丝经济 非常非常多的IP经济的诞生 都是这样子的 那同样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公司要够酷 你做的这件事情要够炫 大家可能都去喝过喜茶 但是我真没觉得有多好喝 但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现在把喜茶当成一个现象 来去研究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排了两个小时的队 然后打个卡 拍个照 发个朋友圈 然后再感叹一下 对吧 有些人愿意花时间 可能比有些人愿意为你花钱 更值得珍惜 那这样的其实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90后的一个消费的一个习惯 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管理90后 或用好90后来说的话 那就是你这事是不是够酷 是不是够炫 你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是不是足以让他每天 在朋友圈非常自豪的讲 我在跟谁谁谁一起工作 我在为谁谁谁 和谁谁谁一起 在创造一个不一样的事情 在改变一个不一样的现状 还有就是90后也有一点 就是他一定是他觉得 好玩比好用更重要 高兴比高薪更重要 所以这件事情 能不能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也是非常关键的 还有最后一点 刚才说了很多很多 大家都觉得说 这些都是90后的特点 那我们是不是只要做成这样 只要是他们的偶像就可以了呢 只要给他们一个非常fancy的环境 就可以了呢 也不是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讲 你如何让90后在你的团队当中 得到成长 让他变成更好的自己 我们自己有一个slogan 叫every day be a better you 每一天做最好的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是希望每一天公司都好 对吧 但实际上你想一下 只要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变得很好 那我的公司是不是就一定会更好 这是肯定的 所以我们如何把自己 放在他们的立场上去想 我记得我当时看过一本书 我忘了是这个Jack Watch写的 还是谁写的 他其实讲就是 当我们大家把每一周 40多个小时 投给你在工作上的时候 这其实也是一种承诺 也是一个责任 作为创始人 或者作为他们的leader 你需要让他在40个小时之内 有所收获 有所成长 而当他跟着你有所成长 有所收获的时候 自然而然 他也就会成为你这个团队当中的一员 对吧 也自然而然能够创造更好的价值 如果他得到了成长 那自然他也其实留在了这个团队里面 从管理到激发 德鲁克曾经说过 管理的本质是激发人的善意和潜能 我觉得在十年前我们还在讲管理 英文叫manage 对吧 但现在我们其实一直在说 我们叫激发 对吧 在我们叫激励 inspiring 去唤起他内心的这个 如何让他自己自打鸡血 如何让他自主自发的 来去为公司创造价值 而这个时候 也是我们的管理工具 从KPI到OKR的一个过程 大家回忆一下 是不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OKR的特点是什么 OKR的特点是 它公开 透明 它是相互的 它是结果导向的 但它的结果和考核未必是正相关性 OKR给我们的管理带来的启发是什么 就是第一 它让我们聚焦 第二 它让我们对齐 第三 它让我们投入 聚焦就是我们必须要明确战略的目标 聚焦少数几个重要的结果 这就是专注性 然后用里程碑去强调阶段性的效率 强调整体的管理上的结果导向和结果意识 然后用目标设定的频率 不像以前我们说KPI都是一年或者半年 但OKR更多的是每个月 甚至每个季度 对吧 一般不会超过一个季度 因为尤其是对于很多创业型企业 和这个高速发展的这个企业 它的战略和目标 又是这个随着整个市场的这个动态调整的 所谓对齐也是指目标的设定 它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 那员工的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的匹配性 是否一致 它是否能够实现组织和员工的双赢 同样目标要具有挑战性 它是否在够够角能够够到的这个地方 从而激励组织成员能够提高绩效 能够在这个人效上得以提升 从而提升员工的敬业度 让绩效管理真正起到激励员工的作用 那这个都是我们说从OKR给我们带来的启发 在这里面呢 我也想分享一个就是我自己觉得 百事不爽的这样的一个员工激励的一个方法 最简单的就是人闲生是非 对吧 那我们如何让人不闲着 其实就是最好的一个最简单的 最直接的一个激励的方式 那么在这里面呢 跟大家分享一个 就是在被日本这个管理大王 这个松下心支柱他自己非常推崇的三四五原则 尤其是适合这种初创型企业 快速成长型企业 或者一百人以下的这样子的公司 非常非常适用的 就是我们找三个人 给他四个人的钱 让他做五个人的工作 那在这样呢 最终的受益者是谁呢 最终的受益者是公司 为什么 因为你的管理成本降低了 对吧 然后你的时间成本降低了 你的办公成本其实也降低了 最简单的 如果你去联合办公租工位的话 你租三个人的位置 肯定要比租五个人的位置要便宜 对吧 那么对于很多大企业来讲 三四五原则是不是就不实用呢 其实也不是 我们也可以在一些特定的部门 去尝试三四五原则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有结果导向 我们要减少冗余 同样提高人效 然后要把大家的这个效能 把它集中的释放出来 同样降低管理成本 降低整个的内耗 降低这个沟通的成本 尤其是在现在的乌卡时代 这种其实是非常非常适用的 最简单的 也最容易学的这个激励的方式 大家可以去尝试 为什么说创始人是公司的 这个首席激励官 或者叫首席积雪官 大家其实也能够看到 对吧 我们所有做的事情 都是让员工 产生自发自主的这样的工作热情 和工作态度 在这里面呢 也和公司的阶段是密不可分的 不同的阶段所利用的 最有效的激励方式 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初创型的企业 我们拿什么做激励呢 最简单的就是vision 拿你的使命 愿景价值观 拿你的梦想 对吧 I have a dream 把这个梦想说出来 传一波人 带着这群人把这件事情做成 这样的一个决心 用这个去激励 那么在成长期的企业 也就是说我的企业有一定规模 比如说我是50个人 100个人 200个人 快速增长 那这个时候 我需要什么样的激励方式呢 最重要的是 前加长期的激励方式 期权也好 股权也好 股票也好 等等 用前加期权的方式 打成一个包 来去激励这些员工 为什么 最简单的 员工跟着你有饭吃 对吧 然后员工还能看到 这个每天的伙食 在不断的改变 对吧 手上的这些虚拟货币也好 虚拟的这个收入也好 在不断的增加 他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 这个动力 对吧 那这是一个最有效的 一个激励方法 还有呢 对于我们说加速期 对吧 你这个企业在已经加速成长了 你从500人到5000人的时候 而这个时候 你光靠vision 光靠钱 光靠期权 其实都不足以替代说 完完整整的激发员工的 自主自发性的这种意愿的时候 你应该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靠什么 靠的是企业内部的职业通路 你是否有一个非常非常清晰明确的 对于个体而言的职业发展路径 也就是我们说的career pass 对吧 在这个里面是很多企业所忽略的 认为说 我该给员工钱我也给了 我该有的文化价值观我都有了 为什么这些人还走了呢 那是因为他在你企业内部 看不到上升的阶梯 看不到他下一个奋斗的目标 刚才咱们已经讲了 90后靠什么去驱动 对吧 90后要看到更好的自己 而你当你没有一个更好的自己 这个愿景放在他的面前的时候 没有一个清晰的通路 通往更好自己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那他自然就会离开了 这是说我们在加速期 你一定要用职业通路去做激励 那最后我们说在稳定发展期 稳定发展期靠什么 靠价值 你是否能让在你企业当中的每一位员工感受到他的价值 感受到他对企业所带来的这个贡献 感受到他的存在感 感受到你的认可 感受到企业的每一分增长都与他息息相关 也就是我们的他的价值 Value Position 是否你有清晰的给到他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讲就是结合了我们刚才所说的 不管你是用目标激励 OKR激励 还是用种种的一些激励方法 这只是一个手段 只是一个工具 而最重要的是创始人 你要非常清楚 你的公司现在在什么样的阶段 然后每一个阶段的核心 刚才我们说了四个阶段 四个核心是不一样的 而你的工具是否是围绕着这个核心来去做的